這個短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奧丁戰裝神作 那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遊戲 那我們首先呢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他的遊戲架構 他是一個戰裝的遊戲 例如說你現在看到這裡 他這些技能都非常的戰裝喔 大概是天堂2M的水準 然後他有一個最重要的玩法叫做 抽角色 職業卡 但他跟天堂不一樣的是他抽角色職業卡的時候呢 他的人臉並不會改變 也就是說你怎麼抽你還是你一開始捏的角色 他那個樣貌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樣 這就是抽角色職業卡 然後他有分金變 金變不是最高階的紅變才是最高階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金變 然後他的跳脫比較不會那麼大例如說 你可能會 創的法師之後然後你可以去抽到變成狂戰士 他沒有那種概念 他就說你法師類的還是歸法師類 並不會因為說你抽到的狂戰士之後你法師可以變成拿大刀 他不像天堂搞那種事情 然後他這有止變 那他每一個 職業都做的 他每一個職業外觀都做得不錯 然後每一個 抽卡有可能會影響你的奶的大小 是不一定 像這個都會有 非常重要的乳搖系統 都有存在 像這樣 你看這一支的奶就變小 但是剛剛這一支的奶就比較大 所以每一個 磁裝卡 他的奶會 變大變小 這個大家要特別注意 然後藍變卡這些我就不帶大家多看 重點還是看紙片以上 然後像他這個法珠球的話他還會有所謂的 這種 拿刀叉的 就不一樣 法杖跟法珠是不一樣 那整個的遊戲玩法就是都是站莊的 絕對站莊玩法 然後他的技能CD時間非常久 也就是說呢這個遊戲並不吃技術 你只要技能時間很久 CD時間很久的那種都是不吃技術的遊戲 所以沒有什麼技術可言的遊戲 然後呢他沒有做他沒有什麼寵物的樣子 目前沒有看到寵物 但是他有一個坐騎 坐騎超級像V4 我看到這個介面根本就想到V4的坐騎 一模一樣 那我快速的帶大家看一下這些坐騎 坐騎應該是這遊戲最大的坑吧 他家的站立值也加蠻多的 所以他的遊戲結構就是坐騎 抽坐騎 抽 紅便 你看他這裡有一個你要30幾級之後你就可以開始抽 帶大家找一下 這裡有寫 你看 最上面那一排是 抽職業卡 然後最下面那一排是抽坐騎卡 所以你只要304050之後你就可以 你50級之後就可以一天抽三張 但是我想應該也是抽到爛東西一大堆 這就是這種遊戲的 設計都這樣子 然後再來還有裝備填滿的圖鑑系統 這是技能 這技能帶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個我等一下再獨立拍一系列好了 我們先帶大家看那個 技能 不是帶大家看那個裝備圖鑑的部分 這裡有一個裝備圖鑑填滿得到戰力的功能 跟天堂 惡恩一模一樣 你看還有命中加一 還有什麼防禦力加一 都是加一加一這種 就是非常緩慢的給你戰力 你沒有 把它填滿 你根本就只得到一點點戰力 你怎麼填你每次都只加一點點戰力 這就是這種遊戲跟天堂2M一模一樣 然後還有你現在看到界面中間下面這裡 還有一個 使用肉往下拉 使用藥水往下拉 這些功能都是一樣 跟天堂一樣 然後還有你這個左邊 還有右上 左上那個血條 左上那個血條也是跟天堂一樣 然後視角可以切成天堂2M的視角 啊不是 切成天堂M的視角 你就可以這樣固定視角 所以他有幾個視角可以給你選 那最主要的核心玩法就是戰裝 抽紅便 抽坐騎 就是這個遊戲的玩法 然後他有交易所跟鍛造 那鍛造目前還沒有 打開但是我的交易所已經有看到了 所以大家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這個遊戲應該是 不意外的話有可能是跟天堂2M一樣 可以把鑽石賣給自己 我猜應該是這樣啦 大家到時候可以研究一下 我看這個樣子應該是八九不離十是那種操作 所以 有可能會變成一個工作室的 沉淪玩法 然後再來呢 再給大家看一下還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地方 這個排行 看一下 你看 白行的界面跟天堂2M也是很像 那這遊戲的 人物模組真的是一等一的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他的創角 來這邊最多可以創三隻喔 這個跟天堂2M的設計也是一模一樣 你只能創三隻你不可能再多 這裡 他一共有三個職業 是女角 然後一個職業是 男角 不過這個男角應該是沒有人想玩 但是我帶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男角的嘴臉 男角的嘴臉大概是這樣子 稍微看一下就可以 直接上一頁 我們主要還是看女角 我剛玩的那一隻就是這個法師 他有這些可以看 然後再來就是 弓手 我覺得戰裝遊戲就是玩弓手好了 反正都要戰裝了那就玩弓手吧 空箭手在限時世界裡面本來就是一個戰裝的職業 這個不用懷疑 他不戰裝可能還打不好 然後這個是祭司 這隻是最可愛的我覺得他最可愛 你可以看他造型 他的臉真的是捏得很好 他可以自己去捏 啊不是他可以自己去懸臉 他沒辦法捏臉 他可以換髮型他可以懸臉 他沒有辦法倒捏臉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有一些這種標記 像鬥陣特攻的這種標記 好我們直接回到 之前創好的 再回上一層 這隻你玩到十幾級之後就會開啟抽職業卡的功能 就是你會抽到第一個轉職的 像我本來是可以選黑魔法 然後現在選了一個元素法因為我覺得元素法的技能比較華麗一點 好繼續來打怪 我稍微玩一下給大家看 我看一下他的地圖啊我回去城裡面好 回城看看他地圖真的很大 大到你會傻眼 你一開始會得到一隻麻雀喔 然後還有 馬匹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看我們的血條 左上那裡有 有這個馬匹 跟麻雀 麻雀是讓你飛行用但是 實際上是不能控制 他好像只是帶畫面而已 那我切別的視角給大家看一下他遊戲 大致上是怎樣 你們看我直播的時候畫面是比較模糊的 因為那個是 經過電視棒所以畫質會比較差一點 但是你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就 會好一點 我沒辦法放大 稍微跑一下好了 預錄的話 可能畫質會比較好一點 大家到時候可以到 可以直接看就知道 X3玩這一款還是會盾喔 因為玩家太多了 你看這玩家多到爆 你看那個左上的小地圖喔 那玩家一大堆 而且每個人都黏在一起 那這一款你如果可以用電腦 端的安裝程式來玩應該就很順 就可以像原神那樣 可惜他們 韓國人又在搞一種階級對立 就是你只要沒有電話 沒有韓國電話的人就沒辦法下載PC端的安裝程式 不然其實我是很想要下載PC端的安裝程式來玩 這樣就不用忍受這種Lag X3玩這一款還是很極限的 就像在玩原神一樣 可能玩原神還沒有這麼極限 這款真的更極限 最後就稍微打個怪給大家看 這個遊戲就是戰裝了 所以大家不用再懷疑 然後他就是抽職業卡的遊戲 你的遊戲體驗大概就是 你一開始的續章如果可以接受 大致上就是那樣子的遊戲體驗 續章的遊戲體驗應該算是最好的遊戲體驗 那之後這樣子的遊戲體驗你還能夠接受的話那你才有辦法玩下去 然後這一款真的是一款天堂2M加V4的綜合體 大概可以這樣子衡量 然後他的技能結構大概是AX11那種 CD時間超長 所以你要等很久才可以再發下一招 也因為這樣 所以這種遊戲就沒有所謂的技術性可言 你去看惡魔獵人 為什麼他打怪是有技術性的 因為他CD時間都很短 他的僵值很短所以你什麼招想要怎麼再發都不用等待 但是當一個技能的等待時間越長的時候 就越沒有技術性了 因為你跑也跑不走 然後你要再放技能把人家 壓倒性的 逆轉也沒機會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這種只要 要知道一個遊戲 有沒有技術性你就看他的技能CD時間 然後是否有翻滾 像這個遊戲沒有翻滾但是他有跳躍 我實在是搞不懂他的跳到底可以幹嘛 他這裡有一個跳到底他這個跳要幹嘛 我實在是搞不懂不想要被定位為站莊嗎 也因為這樣一個按鈕就可以不叫做站莊嗎 各位如果有找到說這個跳到底可以幹嘛 再來跟我們分享說這個跳的設計 在這裡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跳過柵欄嗎 還是跳過什麼呢 看起來也跳不出什麼新花樣 那以上心得我們用10分鐘 這樣子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讓想玩的人 就不想玩的人 可以很快速的 得到答案 好... 對不是